明明是十一比三开局,二十比十五领先,却活生生被他逼到这份上 明明是霸气无比的不仇之战,面对谷主,陈宇飞,传说中的羽穷羽丹第一美人,大孤彩,这心里很难受啊 最后,还来这么一下摔跤,残骂 打到了二十平均,因为这位不可能会引起伤病 说真的,或许别人都在秀 但每次大哭彩,遇着陈宇飞,戴姿营,心里都会忍住范嘀咕 就像这场比赛那样,明明一上来就,就轰出一波四比一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这场比赛 然后是九比二,做足准备攻克的他,在第一次界线前夕,都已经死死守住了整整八分的优势 虽然说以往的这个八战 可休息回来后,他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陈宇飞,抬手就一波三比零 追至十三比七之后,又用一波三比一 将比分追到紧四分差 不过,在陈宇飞手里,已经是八连败的大姑子 也早有打困难战的准备 现在把比分追上 比赛,这场比赛,这场比赛 ?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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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他不顾一切 继续发展进攻 还是有机会啊 现在比分已经 不见追上 这次杀球真的是漂亮 强行打比分推至 19比15 20比15 已经掳获了 整整五个局末点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他这一局要稳当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陈宇飞居然力挽狂澜 连续挽救四个局末点 挑战成功 这样比分来到了 19比20 让比分来到了 20比19 大姑才心里难受 但他不敢有半点大力 迎神灌注 要与陈宇飞决意死战 可万万没想到 如此奇幻而细腾思议 居然活动中赛在 打到了20平 但是这位 可能会引起 伤心 他已经自个把 自个给要倒了 让陈宇飞躲过一劫 已经叫了裁判长 最后完成今天大逆转的七连击 特别是最后连续的 这两个阴连挑战 直接机会 大扑走 最后的心理防线 这样陈宇飞再得一分 太打击人了 但是在最后时刻 顶住压力 还是把第一区拿下了 进入四轮之后 让人敬佩故意的大姑才 还是打得很顽强 上来最后轰出 三比一的领先开局 但这次陈宇飞 可不愿意 在重蹈上 一局的惊险比赛情景 这个球也是 突然给到了后场 打了地方一个措手不及 把比分追到了2比4 他很快就调整 自己的经济状态 紧追不舍 双方战至7比7之后 陈宇飞开始提速抢攻 这或许也是这次 中国公开赛 开赛以来 最具传奇色彩的 翻盘明局了 反打出一波 强势无比的12比1 直接就让比赛 彻底失去了悬念 看来不管是运气 宿敏还是关键时刻的硬实力 大夫才打陈宇飞 是真的打不过 能把一风球 打成这样的顺风局 也就陈宇飞了 这场获成的 这线就会非常好 最后恭喜陈宇飞取得了 这场球的生命 击败大夫才晋级八强 更在对手身上 豪夺九连胜 让雨潭第一美女 暗然离去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